另外有一個,我都覺得這個多天沒有時間去拜後下 看看我好關的時候,出得翻關的時候 我都想去看看究竟他怎樣又浪費我們的公帑又浪費我們的錢 說的是什麼,大圍 大圍這個位置,有一個我自己都不知道,聽都沒聽過 原來大圍有一個叫河道花園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那河道花園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說其實在這個大圍的叫河道花園 自樂城以來都受到很多的關注 原因是他出現了一個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未開始易結束,從未出發已經沒有興奮 然後就花了我們很多錢 因為說在2019年的時候施政報告 就打造這個叫河半城市 是活化這個河道的工程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跟河道花園多一點的關注 為何我在大圍生活要跟河道花園有很大的關係呢 你沒問為什麼了,總之有些精神想出來 簡單來說就是在河道花園 大家可以有一個限時優惠的走下去坐一下 或者什麼,就當空地這樣用 好像很漂亮,很有趣 我看到滑了花園,滑了花園樹木 我問問題了,你那頭起完 如果很快又到雨季的話 那是不是浸到它會濕透? 但是當空地乾了,你就可以拿去溶 我以為是就這樣讓它浸著 如果夏天的時候 即是那些東西不拆了 他會拆的 那我就說,什麼時候決定是拆 你知道有時突如其來下雨的事情很難說 你拆不及那怎麼辦呢? 那麼恐怖,我以為是不會拆的 之後已經有張照片浸了 我只是以為它本身是不會浸著 我以為是會不會是 塞了一條渠 那些渠怎樣引水 然後就說,不如美化一下渠的位置 誰知道原來是想拆了它 又浸又有露嗎? 它有些位置是讓你坐下看的 我有看到 有些東西玩的 然後有些位置可以讓你坐下看的 下面的位置就是渠 那一旦有很多雨水浸上來的時候 那那些草碑你拔一拔走呢? 那些浸完之後 那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很簡單的就是 那附近有一個地方叫石門 石門那裡有個地方叫傑智的足球場 傑智那時和蔡馬會拿了一塊分地 在那裡搞了足球場 因為它旁邊都是一條渠 我記得有一次是山竹 還是什麼也是打大風落大雨 整個場是浸了水 然後這樣是足足吐了兩三天 還是整個星期的水才會散 然後牆臭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我就說 好了你現在又搞談這樣的事情 第一你最好笑的是什麼呢? 就是本身就花了一塊錢 然後就跟人說 他有一個叫做水位上升通報系統的 他就說如果你在下面玩玩敲的時候 突如其來那些水位上升到這個位置 他就會有警號椅子 還有會有廣播發出 直呼籲在場的人士 依照這個指示離開 然後我就說 如果那些聰明玩 剛剛聽不及 流感過那怎麼辦呢? 直接衝走了 究竟是誰想出來的呢? 天才 我想說最棒的地方是 你跟我說你打算起出來 是一期一會玩一會而已 那我就說 那麼多東西不玩 你玩那條渠呢? 還有我想說那條渠呢 其實不用 就是怎樣說呢? 本身其實在冬天的時候 香港有很多地方的這些叫做去水渠 無論是在北區 譬如可能在新界 圓洪那些 圓洪、粉嶺 屯門 甚至乎可能是離島 就是東宋那些 有很多這些渠 其實有很多渠仔在裡面噴 濕水渠 然後或者有些渠仔在裡面玩 踩單車 因為冬天的時候沒有水渠 夏天的時候其實玩的很危險 譬如特別是元朗那些 開始 好像天水圍那些 你一不是屋邨 是開始有村 那些 然後有很多渠 整天夏天的時候 都會有些渠仔 玩玩玩被人沖 或者冬天的時候就會多 之前香港有很多那些 那些 Hip Hop那些MV 都有時候會走下去拍的 是 就是他覺得那件事很chill 很有型 很街頭 對 很闊落 其實有很多 很多人都拍過 在那裡 不一定是Hip Hop有 有些可能是主流歌手 他的MV都在那裡拍過 類似是有這些 的case出現 然後你就跟我說 你發展那個河套的東西 其實你問我 那個想法是不是差 不是特別差 因為很簡單 像是在韓國的首爾 我們到大門附近 有一天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 叫什麼河 還是什麼溪 什麼村 我忘記了 又是那樣 好像是一條去水渠 然後他就弄得很漂亮 美化去活化去 弄好去 弄好它 弄好它不緊要 真的梳到水 你便保持在那個位置 對 但是你不是 然後這次這個 又是浪費了一塊錢 然後因為八月的時候 到二月底 就一定是不會開的 就是雨季的時候 那其實已經很無聊了 其實你是任由它擺放就任由它擺放 你煩不著要建一塊東西 不是365天又可以用 而且再加上你是有存在危險性 那為什麼要做一件事 我完全是想不明白 最棒的是都還未計算 其實那條渠本身那些是什麼水 死水 死水 全部堆在那裡 你浸完之後已經髒髒的 其實也不能用 你搬就要找個地方去 我都沒聽過在香港 你有一件事是 例如公園是要 即是早上拆了它 晚上放回下來 照航買叉 是的 但我覺得這些就是完全很綠化的了 綠化就自己想想怎樣傳譯這個綠化 總之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爛美工程 遲些會不會有些豆腐渣不知道 各樣想都不通透 起一半不起一半 之類的這些 搞不定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當初是為什麼會批 即是有人想而已 有人批那個過癮 綠化就是整件事 不是的 這個狀態是你條渠本身那些是屎水 很簡單的 你那時候不是試過城門河 那樣的 日落很大雨 然後浸到隔壁 踩單車的位置 然後你不知今年還是前年 有一個年輕人 弄了兩個浮袖 然後在那裡 都很佩服它 因為大家住在那區都知道 其實城門河的菌 臭到多厲害 有多厲害 你想想平時那些勇士 就是在那裡練獨木舟 那些已經是好勇士 即是他上來 他不沖一次身 不沖兩次糧 他人是全部菌 他只要焗桑拿 焗酒那些臭味 就是了 你想想人家在玩 那些就知道什麼事 你真的有趣 那樣是那裡開波玩 最後沒有事由自可 有事 那我就問誰是什麼呢 所以就是 經常都想起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我真的不覺得是漂亮了 或者我不覺得事情是好了 反而我覺得 你是創造更多的問題出來